一起搶先收看 二分之一搶網路獨播版 那有時候我真的也是不知道 是碰到詐騙還是被強制要付費 你知道嗎 還是被搶劫了 是不是有旅遊的時候 會碰到有這種的狀況 要強制付費 像剛剛那個蔡博文講的 有沒有 買菸尬賴打 就是強制付費 真的 我跟你講這一招巴西好多 那我現在來分享一個是 最近正常在發生 在巴西的殖民海邊 我跟你講 就像我以前一個外國朋友 就去找我去玩 然後就是隔天就帶他去海邊 叫我家附近 然後那個海邊其實人滿多的 然後我在那邊 跟大家就是玩的時候 我就自己很渴 然後我不知道你們台灣怎麼樣 可是巴西的海邊 就是那個賣葉子汁的人 他是異動的 他會自己拖一個車 然後你可能我看到一個很遠 我就跟他說我很渴 我先去買一個 然後再回來 接著我去回來 大概要十分鐘的時間 那我十分鐘回來 我說終於因為看到 我朋友在那邊騰在海灘 然後兩個美女在幫他按摩 然後我想說 被騙了 被騙了 然後我就慢慢 我就快速走過來吧 然後我就看那些女士說 聽聽聽聽 不要按摩 然後我朋友就這樣子 幹嘛不按摩 很舒服啊什麼什麼的 超不爽的 然後我就跟他講一碗吧 就是你差不多就要被騙了 怎麼可能被騙了 然後他們說你多少錢 他們說這樣子按摩 就是二十塊把幣啊 我說差不多 然後就直接問那個兩個女生 因為他們就發現我是把戲人 你要開多少錢 然後他們就說四十 然後我朋友說四十 你媽咪沒有跟我說二十 為什麼要變四十 一個人二十啊 對 他們會幫 不是 可是他 沒有人會以為是四十 因為他們會說一次二十 一次二十 然後會把那個外國人的眼睛 摸起來 等一下喔 會把那個外國人的眼睛 摸起來 會開始幫他按摩 是 可是其實是兩個人幫他按摩 一個先幫他按摩一下下 然後就問另外一個女生 幫他按摩一下下 他們有告訴他是兩個人按摩 我卻不會告訴是兩個人 然後他會打開眼睛的時候 打開他發現已經有八十幾個人在旁邊 對 那一次 我的孩子 八十幾個人幫我按摩 對啊 真的 你為什麼曾經在開心的喜悅當中 沒有 我說這個真的被騙 被騙 這應該也是你 可是是大概什麼年紀 樣貌OK嗎 就本正啊 就很漂亮 可是那麼多OK啊 四十塊OK啦 對不對 這個四十塊 我以為一付六十塊也可以啊 對啊 杜博 你看看其實這些男生 杜博突然開慷慨了起 那如果打開眼睛是男生呢 如果打開眼睛是小亮哥 惡夢來了 什麼惡夢 還遇到大白痴耶 我有遇過一個滿好笑的 就是你知道有時候你在 我記得那時候在美國 然後呢就是我們是在 紐約那邊 然後就很多人會在那邊觀光客 很多人會在那邊拍照片 然後會有人背那種 就是攝影器材這樣 然後呢 當你在那邊走或在那邊逛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個人在那邊拍拍拍 那我還不好意思想說 我會不會不小心走到他的這個 這個拍照的那個距離裡面這樣 他說沒事沒事 你走你走這樣 然後就在那邊拍 然後後來他就過來 他說可不可以交換一個什麼email 這樣因為我有拍到一些 你的照片什麼 很多都這種嘛 那我原本當他想說 好像可以交換一下 看一下他照片怎麼樣 他說你如果喜歡的話 我可以就是印出來給你 哇 怎麼人這麼好 背後那個背包裡面 還有那個直接可以印照片的那個器材 真的有他就背一個這樣子 就很高級嘛 對 一條龍 然後他就要印嘛 那我就想說 真的拍得不錯 不然挑個兩張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這兩張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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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他就說20塊美金 我說蛤 他說一張10塊 我說對不起 你拍我 我還要給你錢 他說嗯 他說嗯 你如果要的話 一張10塊我現在立馬洗給你 那你應該跟他講說 我是台灣的藝人 拍我的照片有肖像權 我心想說我在雅虎拍賣 也可以拍賣自己照片 然後我就心想說怎麼會這樣 可是他就是說 而且你知道我本來沒有要付 因為那我就想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自己拍拍就好 我幹嘛還要付你這個錢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來不及了 我已經押著那個鈴鐺已經在洗了 他就叫我一定要付他一張的錢 那你就按停止啊 沒有停止沒有按 然後我就很氣 然後他就說你剛剛不是說你喜歡嗎 然後我不想跟他吵 因為就是你怎麼知道 他萬一一言不合 在紐約很危險嘛 萬一刀什麼拿出來對不對 我想說 二十塊錢就消災吧 然後我就給他 對 後來那兩張照片 我就 我就 不知道放在哪裡 因為我真的很氣 看到就一把火啊 會 而且你知道這種照片的事情 你一定要非常小心的原因 就是因為 像我們還可以去分辨 但是像我媽媽就會搞不清楚 譬如說他只要看到觀光區 有人在幫他拍 他們就會說你可以過來看這些照片 如果你喜歡可以把什麼印盤子 印杯子 印T恤 對不對 然後 老人家搞不清楚說這種東西是數位的 如果你不要的話他可以立刻刪除 那他就會跟我媽說 你看我幫你拍了五張照片 可是五張可能有四張是閉眼睛的 我媽就全買了 蛤 我就說 我說 他說小姐妳為什麼要買 他說我不能把我醜照留在這裡 我說誰要 誰要留臉照 醜的白照 漂亮的留下來 什麼意思啊 什麼邏輯啊 我們跟他聊聊好不好 他說 那麼醜 好歹我也 布蘭妮 我可以把醜留在這嗎 他就把閉眼睛的什麼很奇怪 那全部都買走了 然後那個人就超開心 因為誰來買醜照片啊 到底 我跟你講 在紐約碰到布蘭妮 你不騙他騙誰 對 真的 我自己是在倫敦遇到的 有點類似搶劫 因為我跟我朋友 在去年我們去倫敦 然後我們拖著行李 在路上要去找飯店 然後在找到一半的時候 就有一個男生他就走過來 他就說 你們在找路嗎 我可以幫你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不對 所以我們想說 不不不不 我就自己繼續在走 然後他就說 他就堅持 他就說 我對這裡很熟悉 可以幫你們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給你看一下地址 反正應該也沒有怎麼樣 我就給他看我飯店的地址 然後就說 Oh it's just right in front 然後就在前面 然後我的心裡就想說 還好我沒有走錯路 就安心了 這個時候就有 另外一個男生走過來 然後他就說他是警察 然後就給我看了他警察的證件 然後 而且很快要這樣一秒就收走了 你說我是警察 真的假的 對 就很快就收走了 對 然後過後 那個警察就說 我懷疑你們有毒品交易 然後我跟我朋友就兩個對望 就講莫名其妙什麼意思 然後那個男生 假好人那個男生 就跟警察說 那我們都是好人 我只是在幫他們找路 他就講了這句話 然後那個男生就自己 從他的口袋拿出他的皮包 拿出他的東西給警察檢查 他就翻他的皮包看他錢什麼的 然後那警察後來查完他的之後 就看著我跟我朋友 然後就好像類似要叫我們拿 我們不要出來給他們看 然後我跟我朋友就對望 想說不對 然後過後我朋友就說 NO 我們就喊了大聲 然後我們就拿著心理箱就走 然後後來可能有影響到 就是旁邊的人路人有聽到 然後就注意到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沒有追上來 所以我們後來才覺得 他們兩個應該是要搶劫 但我們沒有被騙 我們沒有被騙 錢包拿出來就跑了啦 有八十幾個人在等趙群 我們沒有被騙到 但是我們遇到這個事情 所以那個人來是同夥的是不是 對 後來我們想說 他就拿著他就跑啦 那你朋友好機靈喔 我也是啊 我們兩個是 明明NO是他喊的 對…只有他 我們有想就是不對了 然後我們才喊 我們就趕快走了 OK 最近韓國也有一個新的 詐騙的方法 就是這個 邪教 邪教 因為就是韓國人 就是韓國最近就是一個新的 那個詐騙的 不是 這些詐騙的方法 因為韓國李大宏 那邊很多年輕人 很熱情的年輕人 就是會找一些那個外國人路上 就是逛逛客 然後就是他們的英文很好 然後他們一直會問 這些那個外國人說 要不要去體驗韓國的當地文化 然後那個他也會英文啊 所以很多老外覺得還不錯 可以去享受當地的文化 然後就跟著他一起去 去了之後 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因為這是一個宗教的一個 感覺是一個詐騙宗教 那叫什麼 反正是一個不是正常的宗教 是一個有一點怪怪的宗教 然後就去了 跟著他們一起去了 然後給他穿白色的衣服 很像那個桑梨那種衣服 然後開始禮拜 因為這是一個宗教 就是開始禮拜 然後開始跟神明許願 然後就是 然後問你就是你是 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你是幾年次 然後之類的 然後最後 常志跟他要捐錢 因為他是一個宗教 因為神明幫你許願了 所以是你一定要捐錢 像香油錢 像香油錢 韓國這種事情很多 路邊超多這種人 宗教瘋狂的那種人很多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他們 他們不是正常那種人 對 在芭蕾的時候也是有 我的女朋友晚上想去廣街 我就說算了 我就去Moulin Rouge Moulin Rouge也是一個很名的地方 就是那邊有很多這個 那附近很亂欸 很亂 可是因為我就看了一下 在Google看到的時候 很推薦男生去 然後我就說也很多有推移 就把 然後我就去 女朋友去逛街 我去喝一杯就好了 然後我就找到了一個 才華麵很漂亮 我就進去 他們說要進去 要付20塊歐元 這是合理的 好 我就付了 進去裡面 沒什麼人 然後我就說 怎麼沒什麼人 然後我跟他們說 那女生們在那裡跳 我就說你等等 之後會表演 然後我就坐 然後就喝了100啤酒 5塊歐元 還好 然後看到那邊 女生就知道都很醜 然後一個女生抽煙 然後一個女生滑手機 我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我女生想離開 他們就等等等等 之後會表演 然後我喝了第一杯 也等 也沒什麼 然後就感覺很恐怖 因為大家就 對我沒怎麼樣 然後裡面有男生們 就弄他們的私情 然後我好 算了 我說賣單 他們就給我賣單 130塊歐元 我說啊 嗯 我說為什麼140塊歐元 他們說不是進去要付20塊 那離開你要付80塊 我說為什麼離開要付80塊 離開要付80塊 因為你說你坐這裡 你看我的表演 那當然要付錢 我說可是這裡面什麼都沒有 然後你知道很多那些 大大的奧巴尼亞人來了 你可以知道 那時候在法國奧巴尼亞人 都是黑社會的人 然後我會怎麼樣 別你 我就付錢 然後就什麼都沒看到了 沒什麼漂亮的女生 就一直進法國的女生很漂亮 然後想去那邊脫衣服 然後就說 可是進杜利的故事 我覺得130塊歐元 我還是還好 對啊 是不是 我覺得還好 他打杜利的故事 你會覺得很安慰 很值得 巴黎 到底有沒有什麼夜店 晚上是可以去 但是不會這樣被騙的嗎 他已經 他講完了 有另外一個地方非常有名 有跳舞這樣 他們用的賺的衣服 他們會換好幾次 然後這樣的衣服很貴 什麼的 這個你要買標才去 然後大概 標也是不便宜 大概有八十二 不好意思 我們要去看的就是 沒有在穿衣服 幹嘛要穿很貴的衣服 但是很貴 但是很少的衣服 所以Moulin Rouge都是片子的 在Moulin Rouge 那邊比較多 Moulin Rouge那邊很亂啊 美國上次看完秀出來 那邊是Hompton的 看完秀出來 那邊真的很多那種 標形大漢 就覺得很兇 然後你就不敢在那邊多動 因為有時候看完秀出來 你還沉溺在那個劇裡面 想說在門口拍照 可是門口真的太亂 就是一堆都不知道 在外面在幹嘛的人 對啊 所以就後來就趕快 快速離開那邊 而且快速離開那邊也很可怕 因為那附近根本都是 呼吸嗎 沒什麼車可以搭 然後你就要走一段 對啊 就覺得很恐怖 哎呀 我覺得 巴西人挖的洞真的比較深 我跟你講這個 我自己覺得很誇張 就是有一次 我朋友是去巴西找我去玩 然後你們知道巴西女生 其實除了身材很火 很漂亮 在夜店裡面 他們其實非常非常的主動 就是很熱情 就是基本上跟外國人 也是更熱情 就是會直接去聊天什麼的 然後就帶我朋友去 其實哪一家夜店 裝是很不錯的 然後我也沒想到會出那個問題 就是我去那邊 其實很快速 我就幫我朋友介紹一大堆 我自己不認識的巴西人 因為我們是可以很快 跟一些模式的人 就是變朋友 就是聊得很開心什麼的 然後有幾個美女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隔天要工作 所以我就跟她說 你要不要先回旅館 然後我們就是明天再來玩什麼的 因為我現在差不多就要回家 然後說沒關係 你先去 因為這些人是跟現在很開心 很嗨什麼的 我會留在這裡 你說你確定嗎 你不要太overall 她說沒問題 好我就先回去了 結果後來 過了幾個小時 再打電話給我說 無恙 我完蛋了 我說怎麼了 我的錢就全部被偷走了 我說錢全部被偷走了 這麼發生 這麼回事 她說她在裡面的其中一個女生 特別跟她熱情 然後她就很喜歡她 什麼什麼的 然後最後 她是要把這個女生帶回家 然後她在門口的時候 那個女生拿了一瓶酒 然後她在那邊當Taxi 就出現兩個警察 警察一下來就問證件吧 就是很正常 巴西會遇到這個狀況 證件拿出來 然後朋友就給護照 OK 那女生呢 女生的身份是拿出來 17歲 完蛋 基本上那個女生不是17歲 因為我們巴西很多有假的身份證 就是我們小隊 可是 那一定是假的 可是那個女生就拿到身份證之後 那個警察說 你就是要偏這個 這個女生對不對 為成年什麼的 然後還在喝酒 然後那個女生就開始轉悠一點醉 什麼什麼的 真的 然後那個警察就看那個女生說 為了不遭 你更多的麻煩 你現在現金有多少 他們會直接開口 就是現金有多少 那我朋友就是超緊張 就是拿皮夾就一打開像杜利一樣 裡面有好幾百塊美金 哇 全部拿走了 如果不拿走 他們還是帶你去體驗 對 那這個警察 其實我不知道他是真的還是假的 可是巴西會有好多這種的 警察COSPLAY 就是詐騙集團 警察 COSPLAY 然後 警察 可是他也有可能是真的警察 那可能是真的警察 可是有假的警察 有假的警察 然後我 其實已經在台灣10年了吧 然後我最近聽過另外一招 跟這個非常非常的像 可是不是有女生來詐騙外國人 是用毒品 你去那邊玩 然後好多巴西人會跟你說 你要不要一點點打碼 我先給你什麼什麼的 然後你就打碼拿出來 然後就可能是要回飯店 你在Taxi中 就會被警察的車停下來 這都是一條龍炸片 我聽說你什麼什麼 手上有什麼毒品就慘了 你可能要開的其實更大 但是因為你說他有時候 可能是真的警察 我們要怎麼 你有沒有幫他 所以你只能付錢 他證件拿出來都很快 就收走了 對啊 你也看不清楚 哇塞 好 這個是我跟我朋友 在泰國遇到的事情 就是他啦 他的故事 就是我們一起去泰國 然後那時候他單身 所以他就一直想說 他想要找一個男伴友 所以他到了泰國之後 他就去訂了一個男生 然後訂三天 72小時 9千塊台幣 訂了他可以幹嘛 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內容是什麼 但是就是 你現在在撇清 對啊 沒有 我不知道是他 反正就是72小時 是你要跟他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就是72小時一定要在一起 可以去飯店睡覺什麼的 然後反正就是回到飯店的時候 他們在睡覺的時候 我的朋友就睡著了 然後這個男生就偷溜走了 超級沒有直接到達 他就偷溜走 溜走就算有拿你朋友的東西 就是錢都已經付了 他就走掉了 就是他沒有待滿72小時 所以他沒有待滿72小時 所以我朋友就是很氣 會不會是因為 你朋友把他抄得太累了 應該不可能 我朋友很氣 所以他走了之後 第二天他又換另外一個男的 因為他就 他又很餓 所以你朋友真的很餓 對啊 FNZ牆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楠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我們節目的朋友 吃到個人的支持 我們節目的支持 我們節目節目觀眾 購入います 我們節目節目節目